股市的資訊網址 這個地方把它點擊開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話 就有一些資料是他要的 你會發現這裡有一些一欄表 然後底下的話有上半年下半年 漲的多漲的少 然後他是說 老師我希望我要抓第一劑 這個資料就好了 從這邊第一劑的底下這邊 抓抓抓抓 他現在要抓抓到哪裡 抓到這個底下的 2004年就可以了 他希望抓這個區塊 假設他是希望把這個區塊的資料 抓到Excel的話 那當然以前的做法是 按滑鼠選取按右鍵然後貼到Excel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希望用土法鏈鋼 因為其實裡面還有很多 底下當然你可以同樣的方法往下抓 抓1月的其他 然後第二劑、第三劑、第四劑 甚至上面還有其他的資料 有這麼多 每個都想要把它抓下來 甚至還有股票的代號 甚至他的名稱可以查詢 也可以把它抓下來 那如果這些都有的話 那不是很方便嗎 OK 所以怎麼做 第一個我這邊有一個連結 第二個我要的就是這一塊 那如何把這個資料抓到Excel 其實直接就可以拿剛剛的東西拿來改 那你想說改哪裡 首先的話大概看一下 你會發現改完的結果 比剛剛的程式還要簡短 因為它裡面比較簡單 怎麼說呢 因為它裡面我覺得這個反而更簡單 因為它裡面沒有TH 這個區塊選舉年度好了 我習慣是選左上角這邊 按右鍵檢查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有個table table在哪裡 這個年度嘛 往上推推推推 有table在這裡 所以它的table在這裡面 展開來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它裡面的話 一二三月份才TD 所以你會發現它只有TR TR就是一列 TR後面的東西不要管 TR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列 有沒有 反正就看前面的標籤 後面的東西先暫時不要管 因為後面是CSS 那個暫時先不用管它 那這個展開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就是TD TD 有沒有 TD 結束TR 那這邊展開 這個是 這樣子 TD 年度嘛 然後在一個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然後在第二列的話 第二個TR展開來 那你會發現裡面全部都是TD 所以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裡面 沒有TH 那沒有TH更簡單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剛剛的程式 氣溫那個部分它來改 可以啊 更簡單 那只要什麼 抓三個標籤就好 第一個標籤一樣是Table 第二個標籤呢 抓TR 第三個標籤是TD 而且TD裡面還不用做邏輯判斷 所以喔 如果把程式套用過來 更簡單 OK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先把那個做好的結果 先撞一下 其實我剛剛有把那個程式 把它先 或者你們等一下可以直接參考 這個因為 我是已經改好了 這邊有個下載加權指數第一器 把它改一下 把那個下載氣溫 改成叫 下載加權指數的第一器 然後這一段程式呢 我直接把它放到底下 就這個 那當然我習慣按 按那個F F8好了 OK 然後 先 載入這個 那順便講一下 剛剛那個吳大哥有分享經驗 說這個地方如果出錯的話 可能會有 兩個地方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說 Excel的版本 Excel版本好像 他說2016 可能要 我是 要管理者 要管理者身份才可以嗎 但是好像 我們也遇到 不過這個第一個 其實我用到 Excel2007以後的版本 其實都可以 03 我不確定 OK 那第二個是說 你的IE的版本 不能太舊 可能最少 我印象中 好像是10還是11 最少 不過現在的版本 應該也沒那麼舊 現在都應該都更新上來了 OK 所以理論上 會有剛剛的問題 就是 大概這幾個 你只要把版本更新就可以了 然後 到這個網站 我把這個網站 然後一樣等個5秒鐘 再來的話 抓什麼 抓table 可是table 我怎麼知道是第幾個table 一樣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 加尋古 有沒有 把這個table table在這裡 點兩下 然後Ctrl-C Ctrl-F 前面再加一個小於符號 他就會秀出說 你目前 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有幾個table 有21個 可是我們 那個table在哪裡 我不知道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去尋找 然後一個一個找 找完之後 好像在第18個吧 OK 然後一直往下 另外的話 其實還有一招 如果你不用那個什麼 不用算哪一個的話 有沒有發現 剛剛不是講過嗎 ID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你不用算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用ID 可不可以 可以 沒問題 只是要試一下 好 假設啦 我們用找的 那就尋找 然後向下 這個是第一個 這是不是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 第五 第六 這個不是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 第十一 這個都不是 那我要找的資料的話 就讓它往下 這個不是 快到了 這個是第十六個 再向下一個 這是第十七個 第十八個 就我要的 就這一塊 有沒有 第十八 所以呢 我就算第十八 因為 它的 這個上面是1到26 我們 那個 IE物件的話 是0到25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十八 的話 那我就填入十七 就可以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把它稍微改一下 或者是說 看一下它有沒有ID 有沒有 這個 剛剛那個有 可是這個沒有 那你就不能用 這個 getElement byID 沒辦法 但是你會發現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 它有class 所以 所以 在那個 語法裡面還有一個 getElements elements 加S by class 本來是 takeName 可以把它改成 className 不過那個又是另外 另外一種寫法 這個我想我們暫時先不講 因為它太複雜 我們乾脆用算的好了 用算的保證不會錯 OK 好 那我就是第十七個 所以呢 第十七個的話 就是先把 那個網頁 table 裡面的 抓回來 所以喔 這個TBL裡面就放什麼 其實裡面就放 這個table 底下的這些 所有的這些東西 已經都幫我先放到 那個物件裡面了喔 那我如果要把它的 列先抓出來的話 那再來一樣有沒有 這個TBL裡面 再去找 所以喔 這個叫 這個TBL裡面 再去幫我找什麼 找TR 所以它會再幫我把 這個裡面的所有TR 所以這個一個 兩個 有沒有 三個 四個 五個 其實就是這些 一列一列 你可以看左邊 反正就一列一列的 一列一列的 幫我把它放在TR OK 放在TR裡面 好 再來的話呢 這個TR到底有幾列呢 我不知道 不過喔 其實可以 大概算一下 這個裡面可能 不只是0到19 就是20 所以 如果那個同學 剛好要 他需要的部分的話 剛好叫2004的話 那我們可以算一下 這是第一列嘛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一直往下 一直到2004的話 剛好第20 所以喔 所以如果我要抓 假設啦 因為它可能會抓到底下的東西 好 那我不要抓那麼多 我就抓到這裡 所以我這邊是0 這邊一直往下 到應該是19 那實際上 這根是1啦 1到20 就是0到19 所以如果要把裡面的資料 通通抓下來的話 那我就直接怎麼 寫一個 For i 等於0到19 意思是說 我抓到2004年就好了 然後呢 把 這一個列裡面的 所有的T D 這是所有的列 一列一列的 所以我如果放0的話 基本上 它會先抓到這個 年度的部分 我這邊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什麼呢 就是跨欄之中 先抓1月、2月、3月 然後再抓什麼 開盤、收盤等等的 OK喔 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應該是先抓1月 年度 然後再來就是1月、2月、3月 有沒有OK 然後換下一列 所以這個時候 IA等於1了 本來是0 意思是說抓第二列 第二列幫我抓下來喔 然後呢 在第二列 有沒有 開盤、收盤 有沒有 這些都有了 所以這個抓下來的東西 就等於是先抓這個 但是因為有跨欄之中 有沒有 再抓這個 再來就抓這個 再抓這個 意思類推 通通都抓下來 所以直接執行 自動調的欄寬 OK 好 全部抓下來了 沒問題吧 所以呢 基本上 我這邊的程式 是可以拿剛剛的那個 我們的下載氣溫的程式 直接拿來做修改的 有沒有 改哪些呢 其實Table都一樣 TR 最大的差別是這個地方 就回圈 那好處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裡面只有TD 沒有TH 反而更簡單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就是 那我的程式碼 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第五個單元 所以你們待會要找的話 可以從雲端白板上面 找到這個 第五個單元 下載台灣股市的 資訊 什麼 資訊網加權指數這個 試試看